内美满在荣誉终于回广东了 在结束巴黎奥运会之后呢 全红禅已经回过广东一次了 这次在那个夺得巴黎奥运会之后呢 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二次放假 这次那个全红禅坐着黑色的大巴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战江麦河村 也全红禅的爸爸主动去迎接 在那个大巴车上下来的时候呢 全红禅替那个全红禅领行李 全红禅背着背包呢 上面有两个乌龟 如此可以看到全红禅特别喜欢这个乌龟啊 这个乌龟是RV的 据说是两万多块钱 这里咱也不会去判断这个信息的真假 但是呢 这次全红禅回乡是满赞荣誉回乡 试想第一次回乡是2022年 虽然说是21年得到奥运会冠军 也是一跳成名天然之之后 接近有两年的时间 在备战巴黎奥运会 在中国跳水队呢 也没有回战家麦河村 在这次迎来中秋之际呢 全红禅也是回家了 回家的同时呢 咱们可以看到 全红禅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这是什么决定呢 就是全红禅拿出一大钱来 在拥抱了爷爷之后 递给了奶奶 全红禅知道 爷爷奶奶虽然花不得很什么钱 但是老人吧 需要钱 他们有钱的话 心里会很安慰 所以呢全红禅就 拿出了一大钱 大概有一万嘛 递给了自己奶奶 特别的孝顺 特别懂事的一个小 小女孩 看到这里我就觉得 全红禅真的是普通人的榜样 在成名之后 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 给自己的家乡带来热同时 还要给自己奶奶 特别孝顺 特别孝顺